任谁也料想不到,10月底还有超强台风生成,并且是今年的先锋王,他就是玉兔,目前已爆发达10级以上,未来还要继续加强18级。 多国权威机构表示,玉兔的路径正大幅稀调,未来可能严重影响中国,甚至美国气象机构预测,它还会登陆广东,17级以上超强台风路径正大幅稀调,新锋王玉兔获达18级GFS预测,将登陆广东台山至武川。 据追风爱好者消息,10月24日,当中国大陆很多地方阳光明媚的时候,台风玉兔却在千里之外的美国公岛移动海面上迅速增强,仅仅一天之间,它已经发展到了17级,而从机构的数据看,未来玉兔还将继续增强。 目前美国和中国预报,玉兔最强,时将达到18级,也就是我们教科书上说的17级以上,据台风监测消息,24日打时它的强度达到60米每秒,14时它已增强到70米每秒,中心最低气压达到900百怕,已经超越山竹成为了今年全球风暴之王。 更为恐怖的是,玉兔还将继续增强,对于玉兔的强度,现在几乎不需要讨论了,甚至连JTWC都给了上网155的预报,这是非常难得的。 要知道连山竹斗,没得到JTWC这么高的预估,JTWC预报玉兔27日将达到155KTS,虽然现在各大机构都比较看好玉兔,不过这是各机构早就掌握的数据,只是在玉兔即将达到巅峰之时稍微上调一点,对于小伙伴们来说,也不是特别大的新闻。 所以到目前为止,大家对玉兔的关注度还不是特别强烈。 主要原因在前面的文章中,大风圈已经说过,你们在此前的数据中,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玉兔有机会登陆,特别是登陆中国大陆的概率几乎可以说是零。 只是进入24日之后,这个零概率却发生了基因突变。 在23日韩预报玉兔完全无害的GFS在24日的两报中,实现了180度的大转向。 GFS在今天上午的最新一报中已经显示玉兔将登陆广东台山到武川,路径几乎是克隆山主的。 这个消息确实是非常火爆的,不过即使GFS的数据进行了大转弯,也并不能说明玉兔一定会登陆中国大陆。 目前来自EC的数据,还是保持它原有的预判,可能会在菲律宾沿海转弯。 下面我们看一下各机构最新的数据图,山下亮图都是GFS的预报,小伙伴们看一下差不多就明白了, 大概率还是在台湾以东海面转弯的。 至于GFS在人工预判上为何要选择平溪线? 大风秋个人觉得这可能就是GFS以上的风格,总是想制造出一点新闻来。 当然,总体上来讲,目前数据的结果确实是整体往西移动了。 如果说从昨天的数据,看登陆中国大陆的概率不足1%,那么今天的数据这个概率至少提高到了30%。 GFS最新预报,31日玉兔将登陆菲律宾,GFS数据显示11月4日玉兔在广东台山的武川沿海登陆。 来自美国的预报,玉兔在南海时的风力图,其实就在GFS最新路径发布之前, 网罗山就有人在问玉兔是否会登陆中国大陆。 网友们是这样回答的,几乎没有人会支持登陆中国大陆,不过真是听有不测风云,就拿大风圈来说。 昨天我可以说99%不会登陆,但是今天我已经没有这个底气了。 解释一下,大风圈只是解读数据,并没有自己的观点。 数据怎么样咱们就怎么说,来自欧盟的概率图,尽管GFS的数据有点吓人。 不过EC的数据,还是保持着自己原先的预判,就是在台湾以东海面掉头。 那么究竟玉兔未来的路径会怎么走呢? 现在看来还需要一两天才能明朗。 再来看其他气象媒体如实时台风,中国气象暗号者等发布内容, 目前还不支持登陆中国广东一说,一起了解。 恐怖,玉兔路径在大幅稀调,据台风间测消息,玉兔温柔的名字下,却蕴藏着恐怖的强度。 而我们更是要担心的是,国内外各机构对大后期的移动路径,也在不断的山西调整。 中央气象台最先发布的玉兔未来五天移动路径概率图显示,玉兔将于29日白天到达菲律宾东部海域, 而日本气象星预测对玉兔五天后的位置更为偏难,它可能会登陆菲律宾,然后进入中国南海。 日本气象星10月24月15时发布的玉兔未来五天移动路径概率,宁国气象局ECMO集合预报系统预测的玉兔后期路径,宁国气象局ECMO集合预报系统,近期一直预测玉兔的路径会偏歇偏难。 而FAP和ECMO等多个机构的集合预报系统,最新的预报,也有像ECMO的结果靠拢的趋势,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结果,因为持续的变强吸调难落,预示着玉兔未来影响中国沿海地区的可能性再加大。 即即即,台风将带来狂风暴雨,北风降温,24日,台风及台风配台风不图,玉兔台风路径不断协调,实现未预报路线,实现未实际路线,来自NNC台风网。 据实实台风消息,未来预测,根据中央气象台及美国、日本等气象机械描绘的路径,玉兔还是与上次几则超强台风相似,越来越接近中国东南沿海地区,可能在穿越钓鱼岛斥斥围雨一带以后,继续向陆地袭来,或在海面上拐弯离开,但是其影响力不可小觑。 虽然登陆中国的可能性不算太大,狂风暴雨肯定是少不了的,玉兔最大可能是在10月28到30日非常靠近巴士海峡甚至台湾,停滞一阵后转向。 如果玉兔前期非常偏西,甚至不排除登陆菲律边,进入南海的可能性,玉兔不会强势登陆中国,但玉兔毕竟是一个又大又强的猛烈台风。 它的外围影响也却不容忽视,玉兔离中国越近,影响就越大,因此,玉兔越偏西,对中国的间接影响就越大。 10月23日下午,玉兔台风增强红外云图动画,可见其核心云团迅速扩大,正在迅猛增强。 中期爱根据H8玉兔制作,据中国迹象爱好者消息,玉兔的加强和西偏,对美国和中国都不是好消息。 对美国来说,玉兔将力超强台风强度袭击塞班岛和天宁岛,有可能超过苏迪罗,成为这两个岛的历史最强台风。 2015年,苏迪罗以超强台风强度袭击塞班岛,938百趴,16级,造成全岛水路空交通中断,基础设施严重崩毁,而玉兔很大可能会超过苏迪罗。 2015年的苏迪罗台风是截至目前的塞班岛最强台风,苏迪罗给塞班曾带来严重破坏,云图为苏迪罗登陆塞班前,实况图为苏迪罗在塞班的灾情状况。 而对中国来说,正如上篇文章分析的那样,因为有冷空气筋中招护体,玉兔不会尝试登陆中国,但玉兔毕竟是一个又大又强的猛烈台风。 它的外围影响也却不容忽视,玉兔离中国越近,影响就越大,因此,玉兔越偏袭,对中国的间接影响就越大。 目前,超级计算机模式和各大迹象局,均以西条玉兔路径。 主流超级计算机模式认为,玉兔最大可能是在10月28到30月非常靠近巴士海峡甚至台湾,停止一践后转向。 如果玉兔前期非常偏袭,甚至不拍错登陆贝利滨,进入南海的可能性。 这样一来,玉兔将拉长10.24冷空气的影响时间,让福建、台湾和华南北风呼向,气温偏低。 我们再来看看,阳春未来一周的天气,最低温度达到15度,各位阳春街坊要注意保暖。 中国气象爱好者,时时台风,中央气象台,水风爱好者,如有。 请告知删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